香港反送中到底在反什么呢 让周日的时候有103万港人走上街头 甚至爆发了流血冲突 那么这个反送中条例实际上叫做逃犯条例 意思就是说希望以后只要有被怀疑可能有犯罪嫌疑的人 全部送到北京去审而不要在香港审 这样有严重侵犯到人权跟自由的嫌疑 因此针对这个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他们美国表达严重的关切 甚至还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已经危及香港的特殊地位 那么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更是直接回应 说这是香港的内部事务 也是中国的内部政务 希望外部势力不要干涉 还说美国都在提供错误讯息说三道四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美国会说这样子的一个反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会危及香港呢 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其实有签订一个美国香港政策法 就是简称香港关系法 那这个法案有说等到香港回归以后呢 只要香港可以充分自治 那就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 所以美国呢会提供香港一些经贸上的特殊待遇 那现在不是在打美中贸易战吗 美国对中国提高了关税 高达25%哦 但是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法 所以香港呢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但如果说这个送中条例通过以后 美国说他们会考虑撤回或是暂停这样子的一个所有优惠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现在呢在香港旅居的美国人 其实数量颇多 高达8.5万人 那么在香港的美国企业也有1300间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送中条例啊通过了以后 好假设停止了这个香港关系法 那以后的商贸可能就没有那么优惠了 再加上升学好这个制度也会改变 旅游护照等等业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条例不止香港人反对 其实呢现在在美国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现在在香港呢实际上是逐渐的在中国化 从日常的食衣住行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接下来透过报道带你来看看 什么叫温水煮青蛙 中国发展大湾区来到广深港高铁站 人潮确实冷冷清清 我们走这个站的另一边啊 这边呢是被那些团体人适合集的 全部都是中国人 网红拍片发现港人不常坐高铁 乘客几乎都是中国人 中国力推的大湾区似乎只有中国受惠 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九个城市 同香港澳门组成 韩出客媲美东京 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 但香港地位和中国二三线城市并列 不但有矮化香港的疑虑 更有人批评大湾区如同中国内部的欧盟 香港一国两制恐张消失 引发掏空香港财库隐忧的明日大雨计划 初步规划就花了六千多亿港币 不只花大钱填海工程还可能严重破坏海洋生态 但港府却执意要做 更引发阴谋论是要把香港的钱 无鬼搬运到中国 以经济为民意的建设越来越多 中国对香港的掌控似乎也越来越深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 逐渐紧缩对香港的控管 不只从政治经济等层面 逐步温水煮青蛙强化异国概念 二零一八年香港新增人口有六成 都是从中国来的新移民 面对像蝗虫大军一样 不断涌入香港的中国人 人进来或被抢光 楼被炒高 公更难抢 香港却没发大财 只有愤怒越急越深 在零新闻蓝红报道